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致 Francis 致教授 致教授 丁老師家修、很多人的朋友 大家平安,大家好 是那些 謝謝 我們不是 唱歌的社長,全幾位的醫師是 鄧正祐老師 很好的 董事 他們做董事已經超過四十年了 本來他今天要來 不過 身體的缺安,所以沒有要來 他有些一首詩,交代我給他 所以我先給全幾位醫師的詩 確定我才報告我的感受 全幾位的社會的詩是 跟藍燒拼的朋友 他的過節 沒辦法改變 第一天 沒辦法他的辛苦 風胎 找不到他的腳筋 三百六十五日都要做事 辛苦裡面 跳動的 不是心中 是信念跟操犯的事件 是這個時代 明文的事件 他是近視的大目默 明中主堂每天拍日頭 每日在山峰 爺爺爺爺的大土 他沒有想要做影響出頭 他沒有想要做影響出頭 他英文關心的是他他的島國 當時有很多國家的旗子 當時可以出行遊世界 辛苦牌很多個拍名 他把拍名說 他跟拍名說 你感人心下手 不管裡面的影響 還是人間的影響 他都沒想要出獄 我 等到時間 老眼睛的時候 在這間圓休息 希望 上月的眼睛 會看到 苦難 已經離開 這是詹伊書 小學 鄧正雄老師的事 我的感想 既然比最上面最大的大日 那幾日 就是我們剛才 佑伊書和土部長 一直在說的 高揚高揚高揚 鄧老師最愛說的一句話 高揚是最軟性 又最共生的建國工廳 高揚是最軟性 又最共生的建國工廳 第二是一聲有三個字獄 第一,高揚台灣法 第二,翻媒體隆斷 第三,翻揮核 翻媒體隆斷 現在已經看到有成就 我們對買票 是希望說 台灣可以 建立真正公平的選舉 不過到現在也沒有真理想 就是要大家繼續打招 東國國民黨對台灣人民 手機的動線 本質不公不義 又拿來選舉買票 無限台灣政治 獨海台灣人的心靈 是台灣最大的 很軟的來源 高揚台灣法 是最要緊的目標 意思是建立台灣 租貼性高揚 共調 定金台灣武器的 台灣學高揚 台灣武器 保留台灣文化 台灣學高揚 讓台灣小孩了解台灣 歷史、地理、文化、政治、頂頂 和台灣人不怕艱苦 一隻草、一點路 無眠無日、認真打拼 輸人不輸定 堅心一直要出頭天的願望 他真心相信 台灣小孩 若有真正認罪台灣 和台灣人的內涵 台灣得到很快 會出頭天 1997年 國中必修 認識台灣高揚 1999年 到國正式制定 台灣武器高揚 電話書是主要 插頭的公路者 後來 又有幫助制定 台灣武器日 和武器方式的制度 他如果看到最近 國中先站出來 歡客公 絕對會很高興 電老師 永遠堅持 要對決的目標 就是 建立和平、獨立的台灣國界 電老師 一聲最愛說的一句話是 高揚是最軟性 又最共生的建國工程 我們繼續打招 謝謝 每天 通常都被打招她 很高興 射中 選擇 賀 冰